接著你可以看到,在六個Sigma ET中,你可以顯示你想要看的各物件的溫場效果或是流場效果 以左側的這個水冷頭而言,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的一個0.1mm的一個溫場效果 當然你也可以看到右側的水冷頭裡面,除了我想要觀察它的溫場效果外 我也想要把它的網格同時做一個輸出 所以這顆網格的本身等於是0.1mm除上3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個系統中,同時會看到一個所謂的流速跟溫度同時存在的一個效果 當然動畫可以持續地去做一個播放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來觀看Pump出水狗跟進水狗 我們各埋了一顆Sensor在兩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Sensor它的壓力的一個結果輸出 另外我們再把操作放在Pump 可以看到Pump本身的一個水溫的回水 水溫輸出或是進水溫的輸出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兩個水冷頭的下方CPU跟水冷頭之間 埋設一個Sensor 看到這兩端的一個Sensor的溫度的輸出 上述這些看到的不管是CPU的溫度輸出 水冷本身Pump的出水溫度跟進水溫度的輸出等等 它本身都是在一個定流量 而且水溫是隨著環境溫度在做變化的一個分析結果 當然當我們把畫面切換到它的參數第二種設定 就是所謂的定流量但是水溫是一個固定的50度輸出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兩顆CPU的溫度現在的結果是66.75以及65.8C 這裡幫各位整理出了一個簡單的一個投影片示意圖 可以看到第一種Pump固定流量輸出 以及水溫由6Sigma1T自動產生的一個水溫的結果 兩端的壓力輸出是2.37MH2O 而它的兩個CPU的溫度是68.2跟67.3C 但是當第二個設計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兩端壓力差還是2.37MH2O 但是CPU的溫度是66.7跟65.8C 而這裡你看到的溫度跟這裡的溫度是一致的 只是以小數點低近位的問題 接著我們把畫面切換到 如果在6Sigma1T我給的這個Pump是一個PQ-Curve的時候 6Sigma1T會直接幫你輸出它的一個 實際最後的一個操作點的一個位置 而同樣的當你選擇這兩個你埋設的Sensor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兩個Sensor本身的一個壓力差 就如同在投影片裡面寫到的 兩端的壓力差輸出是1.029MH2O 而CPU的溫度出來的結果是 72.5度C跟70.6度C 為什麼溫度會比前面的高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的操作點 我的流量並沒有達到EL的這樣的一個流量 現在切回到6Sigma1T 你可以看到Sensor1跟Sensor2 這兩個CPU下面的溫度就是跟同影片說的是一致的 同樣的道理 我們再把畫面切換到最後一個Pump 所以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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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